我能随意穿越到唐朝 他们都说我是仙人 贤弟你这谜 为何如此白 如此大 此时苏晨从现代带来的粮食 已经在皇宫门口堆积如山 准备全部发放给了受灾的老百姓 咱们还是小看了这李二 竟然又让他摆回一局 是啊 没想到他李二 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弄到这么多的粮食 而且还是咱们都没吃过的精粮 就让他李二 先高兴一回 明日我梁家就将严家长上去 什么时候将粮食的损失不回来 什么时候将价不买 皇帝也得给我吃醋盐 现在的大唐 经验全部掌控在卢家和王家手中 所有的王公贵族和有钱人 都吃他们的经验 包括皇帝也不例外 陛下 苏晨带来的粮食都已经发给灾民了 百姓现在都在感谢陛下 是啊 皇后 你一会陪我去一趟十几酒馆 去感谢一下我这个贤弟 你先去换身衣服 我有事情与程楚墨说 楚墨 上次让你去感激和修黄河之后 他们都叫你畜生大将军 黄河修敌奖 此事让你受委屈了 臣能为陛下分忧 是臣的荣幸 好 这次真又有一个天大的任务要交给你 天大的任务 难道陛下要派我去打仗 陛下 不论是上刀山下火海 楚墨都愿意去做 好 很好 说着 李二不知从哪 拿出三个大大的袋子 成楚墨 从今天开始 你就去西郊黄家园林去囤田 什么 囤田 陛下 我成家一直忠心耿耿 对陛下绝无二心啊 陛下 就是因为你们忠心耿耿 朕才把这件事情交给你 记住 这可不是普通的梁 这是仙梁 仙梁 仙梁这么吵 骗鬼呢 你个糟老头子坏的喊 记住这片梁田没有我的批准 擅闯者直接杀无赦 六十天后仙梁成熟 我会带着全大堂的大臣去观看 到时候可别让我失望 竟然让陛下这么看重 难道这真的是仙梁 下午李二带着皇后来到了苏晨的酒馆处 贤弟 大哥来了 周包你们先回去 后面我再给你们讲奥特曼大战怪兽的故事 贤弟 这是你嫂子 来 嫂子快坐 我先去给你们拿点喝的 此时苏晨从系统空间拿出两瓶冒着凉气的可乐 他这个系统空间内的时间是静止不动的 来嫂子 喝瓶可乐节节暑 贤弟可乐是何物 你们尝尝就知道了 话吧 李二就直接喝了一大口 这 这太好喝了 甚是凉爽啊贤弟 陈叔 然而就在这时 刚离开的周包又回来了 陈叔 快点去买盐吧 盐的价格已经翻了几十倍了 什么 盐价翻了几十倍 肯定又是世家搞的鬼 粮食问题刚解决又来给我捣乱 世家 什么世家 哼 就是五姓七旺的卢家和王家 这王家和卢家的盐警妹都有上等的经验 这整个大唐的王公贵族有钱人都吃他们的经验 包括皇帝也不列外 这不是垄断吗 是啊 就是垄断 又发财了呀 幸亏在上大学的时候看不治盐的书 根据现在的大唐应该有很多盐矿 果然老师说的对 学好树里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老李咱们要发财了呀 发财 发什么财 老李 如果我告诉你 我能让盐矿石变成金盐 你信不信 什么 盐矿提取成金盐 这盐矿石可是烂大街的玩意 这玩意吃了可是会死人的 你放心吧老李 到时候我出技术 你出钱咱们合伙开一个盐庄 如何 随后苏晨将制盐办法告知了李二 军县速取上百金盐矿 并准备一个大磨盘 属下遵命 陛下 这盐价被世家涨到了几十倍 这盐可是和粮食一样的江山设计之本 再这么下去 必会导致民怨哀悼 这盐价不会涨了 以后再也不会涨了 什么 不会再涨价了 难道陛下和世家 达成了什么协定 世家 他们也配和朕达成什么协议 朕已经发现了制盐之法 这大唐以后再也不会缺盐了 什么 制盐之法 陛下 这是真的吗 一会军衔把东西准备好 我们三人就来进行实验一番 李二强忍着激动的心情 毕竟 在臣子面前不能显得自己力格太低了 一个时辰后 陛下 你所需要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走 两位爱卿 今天我就用这盐矿 给两位提炼出能吃的精盐 审问 陛下 你说要用盐矿提炼出精盐 这个吃了可是会死人的 一会你们就知道了 谢谢大家